大陆浙江有一名男子没有驾照 不但就开车上路 还直接冲撞一群正在过马路的路人 差点闹出人命 斑马线上行人正在过马路 但是这一部红色小货车 竟然像是没看到一样 直接撞上去 好几个人当场被撞倒地 还有一名骑单车的女子被卷入车底 在众人协助之下才爬出来 幸好命大只有锁骨和盆骨骨折 没有生命危险 这个驾驶到底是怎么开车的 原来是他没有驾照 连路都没有上过 简直就是把马路当成练习场 他说当时要过红绿灯路口时 正在接一通电话 突然就发生事故 慌忙之中 才刹车时不小心踩了一下油门 真是太夸张 无照上路已经很嚣张 还一面讲手机 真的是拿自己和别人的生命开玩笑 中天新闻代理综合报道